从独霸一方到昆并六国 他因完成统一大业而名垂千古 从巩固统一到加强集权 他因实施暴政而遭千古骂名 褒贬不移 鬼欲残骂 秦始皇也是一位谜团最多的帝王 千百年来悬而未及 他的生身父亲究竟是谁 他为什么不立皇后和太子等等 还是让我们跟随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 以其穿越时空挖掘历史真相 全面解读秦始皇 静静关注王立群独史记秦始皇第一集 金科赐秦王 公元前227年的某一天 在秦朝独城咸阳的王宫里 即将举行一场盛大的仪式 这一天的话呢 秦王嬴政特别高兴 穿了一身像我这样的正装 然后的话呢 用最隆重的礼节 当时在先秦时期 我们这个诸侯国最隆重的礼节 叫九宾礼 什么叫九宾礼呢 就是有九位使者 引导着一位宾客上殿 这叫九宾礼 所以这一天的整个 秦代咸阳王宫里边 可以说是喜气洋洋 整个宫廷中间 弥漫着一种喜气 但是呢 这一场 秦王嬴政 用最盛大礼节 迎接的这个场面 最后竟然演变成为 一场悲剧 闹剧 公元前259年的农历正月 一个男婴在照顾的盘丹降生了 没有人会想到 他就是中国历史上 第一个统一帝国的创立者 秦始皇 他13岁继承秦国王位 22岁亲历朝政 39岁完成了统一中国的大业 缔造了一个大一统的王朝 他自称始皇帝 希望他的子孙 能二世三世传之无穷 然而 他怎么也没有想到 这个他亲手创建的伟大帝国 仅仅历时15年 就轰然倒塌 他的那些贵胄子孙 一个个惨死咸养 一个绚丽的开始 却遭遇了一个残酷的结局 历史的巨大反差 使得秦始皇和他的帝国 理应成为后世人们 关注的千古之名 这个庞大的帝国 是如何缔造的 秦始皇身上 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秘密 让我们跟随河南大学 王立群教授 穿越历史迷雾 完成一段历史探索 我们先把镜头 聚焦在秦始皇 一生中最危险的一次经历上 这一次 秦始皇经历了什么呢 原来这一天 其实要举行的是一个国家的授降议事 因为这个时候 秦王嬴政即位以后 他已经灭掉了 战国七雄中间的韩国兵 赵国 而且他的大军 已经逼近了燕国国界 而这个时候派来的使者 恰恰就是燕国的两个使者 这两个使者带来了两件 让秦王嬴政非常高兴的礼物 一件是人头 一件是地图 带了这两样东西 这两样东西 并不是一般的礼物 这个人头 是秦王嬴政最恨的一个叛将 他的人头 这个叛将叫范国习 而现在这个人头 他最恨的这个叛将的人头 被燕国送过来了 所以秦王特别高兴 这是一件高兴事 再一件高兴事 就是送来了一张地图 这个地图不是一般的地图 这是当时燕国 战国七雄中间的燕国 最附属的一个地区 叫都冈 是个都冈地区的地图 在冷兵器作战 实在这个地图 是非常重要的 而且这是一个燕国最附属地区的地图 而且这是一个燕国最附属地区的地图 说燕王已经下得来不了了 说燕国整个举国要做内臣 这个意思是说整个燕国要投降了 所以送来了叛将范武七的人头 送来了都冈地图 这幅地图送来 实际上就是代表燕国要投降了 所以秦朝这个王宫中间 用这么隆重的礼节 秦王嬴政穿上这么漂亮的正装 原来是要举行一场授降仪式 因为这个时候秦王嬴政 已经灭了七雄中间的 六国中间的另外两个国家 这第三个国家来举行投降仪式 秦王能不高兴吗 当一切准备就绪以后 燕国的两个使者出场了 这两个使者 第一个人就是在中国历史上 鼎鼎大名的荆轲 另一个是他的助手秦武阳 荆轲端的一个匣子 就是盒子 这个盒子里边成的就是范武七的人头 这个因为走了这几个月 估计这个人头可能已经都腐烂了 另一个是秦武阳是他的副使 拿了一副都刚地图 古代那个地图它是个长的卷轴卷着的 两个人进殿了 然后九宾里倒影 这一正一副的使者就走进了秦庭 来到秦庭以后 这个副使秦武阳 这个人是一个燕国的勇士 他曾经十三岁杀人 你想想一个这么年少的人敢杀人 可以说是个勇士了 秦武阳端着地 拿着地图 荆轲拿着这个匣子 但是进了秦庭以后 看见秦庭中间戒备森严 武士成林 秦武阳走到台阶之下 掉链子了 怎么个掉链子了 是面如土色 两腿哆嗦 走不成了 这首先引起了秦国大臣的惊讶 因为大臣们觉得燕国来举行受降的 来县徒的人不应当是这种表现 所以都把目光集中在 富士秦武阳的身上 荆轲也发现了 荆轲就回头看了看秦武阳 然后笑着给秦王嬴政 做了一番解释 这个荆轲说啊 他说秦武阳这个人 他是在那个小地方长大的 那个粗人 从来没见过大场面 更没有见过天子 所以他见了天子以后 他吓得了 希望大王能够原谅他 宽恕他 让他上殿完成使命 这荆轲是做了一番解释 解释完了以后呢 秦王嬴政 看着看 荆轲镇定自若 看看秦武阳 面如土色 浑身发颤 所以秦王就说了一句话 让荆轲 把地图 献上殿来 就说了这么一句话 这句话的意思 就意味着 秦武阳不得上殿 这样 荆轲就把匣子放下来 从秦武阳手里边 取过地图 登上大殿 因为这个地图 是个卷轴的 所以荆轲在打开 这个地图的时候呢 是一点一点地展开的 因为它是卷着的 卷轴的 荆轲慢慢地展开地图 秦王是专心致志地看 当这个地图 完全打开以后 这个地图的 最那个里边 突然露出来了 一把匕首 这就是中国历史上 非常有名的一句话 叫头穷而匕首线 这把匕首 不是一般的匕首 品牌 它是当时最有名的 一个叫徐夫人匕首 是一个名牌 国际名牌 而且这个匕首 在炮制的过程中间 夹攻的过程中间 在毒药水里边 反复进战过 所以这个匕首 它有一种功能 这个匕首啊 如果一旦划破人的肉皮 碰到血液 四个字 剑血封喉 立马就死 所以这个匕首 是一个剧毒的匕首 这个秦王嬴政 看见这个图打开以后 中间是个匕首的话 这个秦王就陡然一惊 但这个时候 已经为时已晚 荆轲的左手 抓住了秦王的袖子 右手就攥着这个匕首 就直接刺向秦王的胸膛 当然秦王嬴政这个时候 唯一的想法 就是要活下来 怎么活下来 就拼命地拽 撕 结果他用力过猛 他这个左边的袖子 被拽了 这袖子一拽掉 嬴政就得了一个逃脱的机会 所以嬴政拔腿就逃 荆轲了就 随后就追 两个人等于 这个秦王嬴政了 在这个大殿上跑 他没有办法 他是绕着柱子跑 荆轲在后面追 一个追 一个跑 一个追 就演出了一个 就像是百米赛 嬴政这个时候 想还手 因为秦朝宫殿规定很严 所有大臣上殿 是不能带兵器的 大臣没有兵器 台下的武士有兵器 但是没有命令 不能上殿 嬴政倒是佩戴了一把剑 但是他那个剑 太长 多长呢 七尺 按现在的折算 是一米六二长 一米六二 所以秦王嬴政从 那个腰里头 他一边逃 一边急着 抽这个剑 这个胳膊 这个距离啊 不足以展开 一米六二 这个剑怎么也 抽不出来 大臣们没有办法 用手去挡荆轲 那就不在话下了 荆轲拿的是剧毒的剑 谁靠近的 轻轻一划 马上就 剑血封口了 就在这个锦药关头 有一个人 这个人 是秦王嬴政的御医 叫夏无菊 就他上殿了 因为他是个御医啊 秦王的专用医生啊 他背了一个药囊 当然当时是中药啊 成了中药的药囊 所以夏无菊 在紧急之中 就把他的药囊解下来 对着荆轲就 砸过去了 但荆轲在追的时候 没有 不知道是谁砸 但他隐隐约 觉得有一个东西 冲他过来了 他就闪了一下 放慢的脚步 就这么零点几秒 那秦王嬴政 又多跑了几步 这个时候呢 旁边的大臣们 也看出门道来了 什么门道呢 要想叫秦王嬴政拔出剑来 必须把这个剑 叫他王后一移 别跨到腰里边 移到哪了 移到背后边 所以那个大臣们呢 齐声呼 王妇剑 王妇剑 妇就是背啊 你把这个剑弄到后边 然后你从那个后边往外抽 这个距离就足以把 一米六二长的长剑给拔出来了 所以秦王嬴政 这么大臣们 齐声高呼 拉拉队 齐声高呼 王妇剑 王妇剑 这个赛跑的运动员 他就有劲了 就把这个剑抽出来了 一旦秦王抽出这个长剑 一米六二长 那个地图中间 那个匕首 七寸长 一米六二对七寸 就七尺对七寸的 十比一的 冷兵器时代 所以秦王一旦拔出来剑 荆轲马上就处于劣势了 所以秦王第一剑 就砍中了荆轲的左腿 荆轲就一下子 瘫倒了 瘫倒以后 荆轲并没有放弃 他的刺杀行为 他把他的匕首 当作个飞刀 向秦王最后 扔了过去 但是荆轲这个飞刀数呢 又不是太高 这秦王一朵 这个没有打到秦王 是刚好扎到柱子上去了 这荆轲手里就没有任何兵器了 所以秦王上来就一下子连砍荆轲八剑 荆轲就受了重伤 探到哪 但是在这个时候 史书记载荆轲有八个字 叫一柱而笑 急举以骂 就是荆轲靠着柱子 仰天大笑 急举的就把两腿插开 两腿分开 这是一个非常不恭敬的一种 然后就骂 一是笑 二是骂 他说你小子今天之所以躲过这区 全是因为你老子想活捉你 如果不是你老子要活捉你 你逃不了 这个时候台下的武士上来 乱见其下 把荆轲给杀了 当荆轲横尸殿上 秦王嬴政坐在他的宝座之上 面对着荆轲的横尸的时候 史书记载 秦王嬴政愣了很长时间 他一直在发呆 因为你想想 这是他一生遇到的第一次行刺 没遇到过 等于说他这是第一次面临死亡 一只脚已经踏进鬼门关了 另一只脚还在人间 他第一次经历 他愣了半赏 才说话 吴鞠爱我 他说这个夏吴鞠 这个御医太喜欢我了 是他救了我 所以最后赏了这个御医夏吴鞠 二百斤 非常重的礼赏了这个夏吴鞠 这就是在中国历史上 非常有名金轲刺秦王的故事 这一场蜻蜓的行刺 就被司马迁写入了史记的刺客列传 载入了中国历史的史册 千古流传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将谈栏文 金车刺秦王的故事 经过长期的诸侯割据战争 诸侯各国胜衰格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而变化最大的莫过于秦国 秦国经过苦心经养 他的经济和军事力量都远胜于其他六国 秦王嬴政一心想统一中国 不断向各国进攻 燕国为了免遭吞并之险 便派金轲前去刺杀秦王 于是在中国历史上上演了一幕悲壮的刺秦故事 金轲死了 但他的故事已经深入人心 家喻故乡 成为了刺客的代表人物被人们传送 而活着的秦王嬴政 却只躲过了他生命中的第一次劫难 随后的灾难也接踵不止 在秦王身上还有哪些惊心动魄的场面发生呢 我觉得秦王嬴政一生中间最大最伟大的事情 就是统一中国 当然从他个人的主观上来说 他是要灭掉六国 充当霸主 一统天下 但是他的做法客观上符合了历史发展的潮流 这就是秦王嬴政在历史上最大的贡献 但是他这样做的结果 这样一个千古伟业 从来没有人做过的这件事情 他要灭六国 那六国就代表着天下 所以嬴政就成了六国的公敌 天下的公敌 那像荆轲这样 要刺杀秦王的人 绝不是荆轲一个人 但是大多数人办不成 为什么呢 没有进秦王宫殿的通行政 进不去 唯独一个进得去的 而且差一点得手的 就是荆轲 所以我们应当 首先 看清楚 刺杀秦始皇 绝不是荆轲一个人的行为 是当时即将被灭掉的六国 很多人都想做的事情 而且荆轲被杀以后 但是高建立作为一个打工仔 他一听觉着这个主人谈得不行 他就经常说 他哪一点谈得好 哪一点谈得不好 这人在人后啊 是不能说坏话的 因为你是一说 肯定会传过去 果然的话就传到主人那儿去了 这主人一听说 主人就把高建立请过去了 先生既然说 我这儿好 那儿不好 你来一下吧 高建立一谈 这个一记住 所有的人都惊呆了 高建立高手 然后高建立就觉得 这个没有必要再隐姓埋名了 就公开的谈起来了 越谈名声越大 最后谈的连秦 秦始皇都听见了 这时候已经统一天下了 秦始皇统一天下 秦始皇就要招他进来 秦始皇也想听这个流行歌曲啊 也要他来谈 结果的话呢 在进宫以后被人发现 这是荆轲的密友高建立 被发现了 但这个时候应当说 秦始皇是很爱财的 这件事就是个例子 很爱财 他怎么办呢 他既想听他的音乐 他又害怕高建立 称为荆轲第二 他就想了一个 叫我们今天看来 就是很残忍的做法 把荆这个高建立的双眼 给他熏瞎 让他失明 你失明了 你看不见了 你就不能行刺了吧 就让他急逐 这样高建立呢 就逐渐地得到了秦王嬴政的信任 接近了秦王嬴政 越来越近 越来越近 然后高建立的就凭声音就大体上可以感觉出来 嬴政在什么位置上 高建立后来就在这个珠里边 装上签 大家说这个签是很重的 他在最短的距离中间拿着个竹 灌了签的竹去砸了个秦王 想完成刺秦的伟业 结果也没成 你看你一个盲人 去扔一个不盲的人 那秦始皇不就看见一躲就过去了吗 结果高建立被杀 这从此以后 这秦始皇就得了一个教训 被他灭的六国的人 一个都不能接近 人人都可能是刺客 他再也不接近了 但是他不接近还遇到刺客 是谁啊 张良 大家都知道张良吗 张良他是韩国的贵族啊 韩国灭了以后 张良变卖家产 然后买了一个刺客 这我们叫什么呢 这叫今天叫什么呢 这叫高兴固凶 固凶杀人 当这次你不能接近啊 所以张良那个杀人的办法 就只能是什么呢 就是那个远距离 那个投掷 弄了个大铁锥 一砸 刚好没有砸到 秦王坐那个轿车上 砸到旁边那个车上 这秦王侥幸躲过一死 所以秦王他一生啊 从他统一六国 荆轲刺他的时候是在统一六国之前 从统一六国之前到统一六国之后 不断地有人在刺杀他 所以荆轲刺秦不是一件孤立的事情 它代表了 实际上荆轲在某种程度上 不自觉地代表了六国反秦武装 这六国的人 不甘心被秦灭亡的这些国家的人 要刺秦的一种普遍的心理 从荆轲刺秦到张良故兄行刺 秦始王一生中 有多次被刺杀的经历 而唯独荆轲刺秦 是史记中记载的最详细的一次 也是最接近成功的一次 因此荆轲刺秦对后世的影响最大 人们对他的看法也各不相同 有人说荆轲是逆历史潮流的反动态 也有人说荆轲是一位狭义英雄 那么荆轲刺秦到底是一种什么行为 我们究竟该如何评价荆轲呢 荆轲的事情经常影响这么大 对荆轲的评价肯定会众说粉红 我介绍几种主要的观点 第一 我们中国古人写了大量的诗歌和散文 赞扬金轲 在这样大批的赞扬金轲的诗文中间 都称金轲是英雄 所以金轲的第一个评价叫 狭义英雄 他是一个狭义英雄 是一个千古异士 大家是这样看待他了 最有名的 我举两个例子 第一个是在中国文学史上鼎鼎大名的 陶渊明 陶渊明是个隐士 这隐士隐居田园 啥都不管 但陶渊明写了一首非常有名的诗叫 永金轲 在这首诗中间 陶渊明写了非常有名的两句话 说 岂人虽亦莫 千古流于情 就这个人虽然已经死了千年了 但是他那种 侠肝逆胆的精神 仍然在今天流传 陶渊明是个大使人 所以他的永金轲流传非常之广 影响非常之大 还有一个不太出名的诗人 写了一首诗 也有两句 叫《易水悲歌歇》 《勤听霞骨香》 还是赞扬金轲的霞士精神 所以称金轲为霞士英雄 这是在中国古代非常普遍的一种看法 也是可以说是主流看法 当然这个评价 主要是停留在道德层面上的评价 第二种评价 愚蠢之人 这个说法就相反了 不是赞扬金轲了 是在批评金轲 这也是两个很有名的人提出来了 第一个是西汉汉富四大家的杨雄 杨雄首先提出此说 第二个批评金轲的人 是自治通建的作者司马光 司马光批评他 司马光说你这个金轲 被太子丹豢养 然后你去刺杀秦王 不顾你的家族被灭族的这种危险 太愚蠢了 这是古人的两种看法 一个是侠义英雄 一个是愚蠢之人 金人呢 就有了更多的自由了 金人的看法呢 大致上有这么几种 一种叫雇佣君 这个我们看过很多这一类的故事 认为金轲是什么呢 金轲是吃人家的 喝人家的 拿人家来 最后没办法还人家太子丹呢 只好拿什么还呢 拿命去还 所以他是个雇佣君 是个受雇于太子丹的刺客 这是金人的一个很流行的看法 第二种看法 认为秦始皇 他的作为在客观上顺应的历史发展的潮流 秦始皇是代表历史发展潮流的英雄 那么金轲要刺杀他 那么金轲就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 那就是什么了 反动派 所以我们看了上面的许许多多的说法 我们最后的结论是什么了 一个金轲各自表述 金轲就这么一个人 但是个人有个人的看法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谈栏目 风消消息 溢水旁 壮士一去兮 不复返 金轲的悲壮结局 给后世留下了永恒的艺术题材和谈论话题 两千多年过去 金轲刺激的故事不断被演绎 2022年张艺谋的电影《英雄》 再次讲述了这个故事 那么在王立群先生看来 谁才是真正的英雄呢 他对金轲作何评价呢 张艺谋这个英雄呢 他是借了金轲刺秦王的一个框架 这框架的借用了 这个秦王还叫秦王 但是不叫嬴政了 只叫秦王 那刺客呢 都不叫刺客 那个最有名的刺客叫什么呢 吴明 就李连杰扮演的那个叫吴明 其他还有一组刺客 他是个刺客群 他是个刺客群 那就说明要刺杀秦王的人 不是一个人 这一点 这个电影说的是对的 先有三个刺客去杀他 没有成功 然后秦王加强戒备 最后是谁 接近了秦王呢 吴明 吴明怎么取得秦王信任呢 吴明把那三个刺客给杀了 杀了那三个刺客 取得了秦王这个信任 最后得到了一个权力 可以靠近十王 十步 十步之远 这个十步是个近距离了 而这个吴明 这一个刺客呢 他刚好有一个独门武功 叫十步一杀 只要咱们两个的距离在十步之内 我就一定能杀死 但是吴明在取得了这一个信任 和秦王接近在十步之内的时候 他最后竟然放弃 刺杀秦王 为什么放弃 他觉得秦王也是个英雄 因为秦王统一的天下 给天下的百姓带来的是和平 所以秦王也是英雄 他放弃了 当然秦王最后是用乱剑 万剑 把吴明给射杀了 说吴明是为了天下的太平 为了天下百姓的和平 放弃了刺杀 背负了一个刺客的恶民 最后是万剑穿心 走向死亡 这就是张一谋英雄 他讲的这个故事 这个故事他提出来一个 很重要的问题 就是英雄不是一个 他认为只要是为和平而死的人 或者是为和平而现身的人 或者是为和平而统一天下的人 都是英雄 就是这样一来 张一谋这个英雄 在我们历史研究中间 他最大的贡献 就是他提供了一个思路 是个什么思路呢 要有一个大英雄观 有一个大英雄观 秦王统一天下 是英雄 为了赵国的和平 刺杀秦王的人 也是英雄 为了天下的太平 放弃刺杀秦王的人 还是英雄 如果按大英雄的观点来看 秦始皇 就是秦王嬴政 他叫做时事英雄 荆轲叫侠义英雄 他们合起来都是中华民族的英雄 而我们刚才讲的是这个故事了 其实就是我们这个秦始皇系列的第一讲 叫荆轲次秦王 这个秦王就是后来的秦始皇 就是后来的秦始皇 而这个秦始皇呢 又是在中国历史上 二百多位皇帝中间 最难啃的一个皇帝 而且这个皇帝 他留下的谜团也最多 第一 爹是谁 上来第一个就是个大问题 总不能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吧 像孙悟空一样吧 爹是谁 说不清 第二 长得什么样 历史记载和人们的分析不一样 第三 为什么不立皇后 第四 为什么不立太子 第五 秦始皇陵到底是个什么样 所以 千古一帝秦始皇 是一个让后人说不尽 道不完的帝王 这个人 他是西州王制的终结者 又是皇帝制度的开放者 因此 因此我们要说清楚 这位千古一帝秦始皇 必须要了解秦国的崛起 了解秦国当时所处的时代 那么秦国是怎么崛起的呢 我们下次再讲 从公元前230年到公元前221年 秦始皇先后灭掉韩赵魏楚延祁六国 建立了统一帝国秦朝 然而 统一大业并非一日之功 在秦始皇之前 秦始皇家族为了这个目标 奋斗了将近600年 那么秦始皇家族究竟是如何发展起来的呢 敬请关注王力群独史机之 秦始皇第二集 相公立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